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近男小吃,摊煎馍。 摊煎馍口感软绵,筋道,磨薄乳脂,老少皆宜,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。 摊煎馍的所需要的食材十分简单,只需要面粉,盐,十三香,花椒液,以及蘸料用到的,蒜末,醋。 下面开始摊煎馍。 面粉倒入盆中,加入岩石三香,花椒液,搅开,分次加入水。 继续搅拌至没有明显的面疙瘩,然后盖上保鲜膜饧面浆半小时以上,平底蛋卷锅正反两面预热后刷油,舀入适量面浆,小火十秒钟左右翻面。 两面各烤两次即可出锅。 摊好煎馍后我们来调蘸料,大蒜切末,加入盐,白开水,醋,搅拌均匀即可。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上辣椒油,煎馍蘸上蘸料,一口一个,简直不要太满足。 当然,您也可以大饼卷一切,卷上自己喜欢的食材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 如果您觉得视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,欢迎您帮忙点赞,转发和关注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